希望在這邊自動幫我把結果輸出到這個範圍 所以第一個一定要先知道它的迴圈範圍 for跟next forIE等於2到7 應該沒問題 然後中間可能需要邏輯判斷 if 因為會有兩個 這個b欄裡面的資料跟d欄裡面的資料 所以中間會需要一個end 做法上面的話 其實有幾個做法 這邊點擊進來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一樣 我把這個表單先關起來好了 這邊有個關閉 把它關閉起來 那再來這個也可以把它關閉 因為這個是表單裡面的程式 我們要到這個模組裡面 記得是打開模組 那我們要怎麼寫比較快 其實你會發現 它其實跟那個成績的這個 非常的像 所以有的時候如果說 假如那個 你要的程式碼很像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它複製 你就不需要重新再來過 你把它複製之後 移到最下面 把它貼上 然後它的程序本來是成績 但不能一樣嘛 你就把它改成叫業績好了 比如說這邊的話 把成績改業績 那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那第一個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for i 等於2到7 是不是 沒錯嘛 那如果你將來你的程式 不一樣 那你就改改這個數字就可以 第幾列到第幾列嘛 再來的話呢 如果什麼呢 b欄 這邊是1欄嘛 你就把這個b改成 1改成b 大於 這沒有等於 大於20 再來的話呢 第二個條件 所以呢 記得喔 如果你有第二個條件的話 你就是空一格 and and 空一格 就是在這個中間加第二個條件 那把前面這個 複製一下 再移到這邊 把它貼上 然後呢 修改一下 我是D欄的東西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D 好 然後要8萬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8萬 好 這樣的話就寫好了 特別注意喔 有沒有 關鍵在這個地方 以後如果說 你有條件的話 記住就是加到後面 這樣子 第二個條件 那第三個條件怎麼辦 再end 第四個再end 一直end 就是